1月21日 江书颖被曝因投资失败 曾现身身外红圆总部 迅速引起网友任意 有网友爆料 他曾现身身外红圆总部疑似与高层谈判 还有媒体晒出江书颖在会议室的照片 引发外界猜测 江书颖的粉丝随即站出来 辟谣称照片是他在拍戏的截图 还指出角落里的摄影机 身外红圆的副总也在朋友圈否认 说江书颖从未来过他们的总部 看来江书颖雪球爆仓的说法 只是空穴来分 江书颖目前正在录制综艺节目 与其他明星一起体验乡村生活 探讨恋爱话题 节目中蔡少芬问他是否有男友 江书颖直言自己单身 刘亚瑟也表示和他一样 都在感情上躺平 享受单身的自由 江书颖和刘亚瑟相互理解 彼此心照不宣 江书颖出道多年 曾有过不少悲闻 尤其是和胡哥的恋紧瓜 因为两人都是上海人 颜值高 气质家被网友寄予厚望 可惜最终无果 如今胡哥已经结婚身子 幸福美满 而江书颖连世单身 既然江书颖爆仓传闻已经澄清 最后也祝他早日找到 属于自己的幸福吧